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7月10日星期六的 接近黃昏時間 今節就是我許樓山 中央我們的大馬sir 馬來勁 各位好 紐西蘭波羅仔聊聊天 耳得台仰 大家好 還有小白熊社長 紐西蘭的Raymond Wong 大家好 好了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劉客宜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煲 沙冷氣 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今節回來了 繼續和大家關注一下 這一班泛民的區議員 他們的辭職潮 厲害了 截止到今天 大概下午4點多鐘左右 他們已經至少有過半 真的不方便是議會過半 是議會辭職過半 已經超過了 有209席 加起來了 因為較早前有一些率先叫做辭職 還有一些叫做還押 有一些還押期間的時候 他們就選擇辭職 也有一些就是因為判酬超過三個月 所以就被DQ 也都有類似像許智峯這樣的瘋子 就著草離開了香港 加起來了就已經去到209席了 哇厲害了 35家拿不到 但是他們議會過半 終於拿得回了 就是辭職過半了 恭喜恭喜 都想不到 夢一場 當時是威是勢 所有人都登陸了這些不同的社區之後 又說要踢走建制 又說自己怎麼變天 為什麼現在會搞成這樣的呢? 某種程度上都是你們自己夾在一起 就玩得太過分了 整件事將它推到這個叫做極致 我們暫時這次就不是說數他們 究竟從哪一個位置開始出事 現在數下去 我覺得就還沒有一個最好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 其實最關鍵就是政府究竟怎麼說 昨天羅健熙就發了信 就問問特首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個謠言究竟是怎麼樣的? 特首都真是 到了今時今日都免得理你 謠言呢 就應該是止於智者的 為什麼你們搞到現在一鑊譜呢? 其實一句聲音都沒有說過的 你們自己辭職而已 現在自己辭職還要不睡巢 還要罵神罵鬼 又說什麼國安法殺到還是怎麼樣 國安法一整年了 是不是?你現在才說殺到那一年做什麼? 火車還沒到站嗎? 不是的嘛 不過林鄭月娥沒有說 李家超今天也都去電台接受訪問 聊聊天等等 很明顯就著這個消息 主持一定不會放過他 一定會問的 當然你猜他不知道嗎 來到這個問題一定會問 他沒有很正面地回應這行消息 究竟是堅定留 反而李家超在這個節目上這樣說的話 某程度上我們聽起來都覺得很過癮 但是如果還沒辭職的人 他們一定會更加有如熱窩上的螞蟻 他們所想的東西 所推測也好或者所擔心的東西 可能心理壓力會更加大的 李家超怎麼說呢? 他說如果區議員 符合真誠擁護基本法 真誠效忠香港特區政府的條件的話 是不會受到宣誓帶來的什麼影響的 如果不符合這些規則的話 或者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政府只會依法辦事 稍後也都會公佈宣誓的詳情 即是說了一件事 很明確很明確的 其實現在宣誓的詳情 可能政府還在研究中 會不會還有些什麼細節可以改 因為你們現在這麼多個辭職呢? 例如會不會補選呢? 因為一超過了200個不見了 即是沒有了一半 如果沒有了一半都可以不用補選的話 也都會產生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這幫人原來廢都很厲害 區議會不見了一半人 整個區議會的運作 都在之前都可以繼續的 再次另一個問題就是 下一屆呢? 區議會其實需要這麼多人呢? 原來少了一半都還可以運作到 這就是引申出來的第二個問題 暫時這裡我們不是最關心的 其實最關心就是 看著這幫人怎麼紮紮跳 更過癮 我們先聽李家超怎麼說 他也再說 法律要求區議員 是真誠、擁護和效忠 列明了這個叫正面清單 和負面清單的行為 其實大家就很關心 就是他們 或者看到很多媒體 就是經常說他們 會不會是已經跌入了 叫做負面清單 如果大家呢? 有機會看一看 叫做正面清單的話呢? 這幫人呢? 可以說叫做一鋪清袋還可以 因為他們對於正面清單那方面 他們是覺得不會執行的 他們是不可能的 例如就是要見到一些 愛國的行為 就是愛國者的感覺 你看看那些什麼 之前那個欣佩琳那些 那個鏡頭的攏西 你看到他的行為 看他的Facebook 就知道他對於中國 簡直是說血海深仇 但是他在一個區議會裡做的 這些就很好笑了 所以他都明白自己呢 正面清單一定沒有份的了 負面清單就帶X把 那麼李家超也都說到的 負面清單裡面的行為 包括了宣揚港獨等等 相信不真誠擁護基本法 不以效忠的行為 上癮都能夠解讀得到的 那麼李家超說到常人呢 我們現在很容易明白 他長大那些人 基本上是不正常的嘛 所以他就出現了這麼反常的行為 我都沒有講詳情什麼 你們自己辭職 你們看了兩個不同的新聞節目 看完之後辭職 接著又說我 就是我意思是自己政府 就是我們想些什麼出來 什麼絕招叫你宣誓 這樣那樣 我一句都沒有講過 是不是 你罵到今天 又說什麼殺到埋身 又說要追爆他們那些新樽 還是怎麼樣 其實現在的主導權 其實還在政府手上的 你現在猜他的底牌是什麼 你選擇呢 如果政府等等 政府好像賭勝那樣 晒冷 熊爺 你又晒冷 有沒有搞錯 就是熊爺是不是按麥克風在他頸裡說的 出發都輸死了 用腳去頂那些籌碼出去 政府說得了 其實你都不知道底牌是什麼 你猜的 你不敢去的 現在是吧 你怕去完之後就輸了 當然也不能夠好像賭合那樣 周星馳和劉德華去了大所賭錢 是不是 又說 什麼 唐書一半 投降一半 香港區區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沒有的 是吧 沒有得唐書一半的 要不就投降 要不就走 走一半 不走一半 也都是沒有的 那麼他也都再說了 到時候就會按實際情況 綜合這樣去考慮的 包括了區議員 在過往的言行去判斷 究竟是不是叫做真誠的 他也都說了 如果區議員不同意這個決定的話 其實你可以透過法律程序去抗辯 這樣就說得對 其實有一個機制在這裡 到時候萬一大家是DQ了你的 你是可以去抗辯的 你可以打官司 透過這個法律途徑 去抗辯的自便 去這樣說 剛才我們擔心的問題就是 咦 沒有了這麼多人的話 會不會癱瘓了運作 還是怎麼樣 基本上 李家超都沒有很正面的回應 他反而會說回 對於日後 區議會 可以怎樣運作的問題 他說 區議會 只不過有諮詢組織 政府 仍然有其他的渠道 是可以叫做到諮詢的 或者透過那些叫做地區組織 傳媒 或者官員收到的信件 和email等等 是吧 收到不代表會 哎 他們不是聽我說 做了那些 不代表的 舉個例子 沙田那個大沖橋那裡 據我所知 暫時都還沒有跟著 那些什麼 什麼公牛力量的人所說的 改的 就是說要劃長一些雙白線 劃長一些哪裡 改一些什麼燈 暫時都還沒有的 我實在覺得這些很不負責任的 假如你給了一些市民 很有期望 能夠叫做改到大沖橋 就是你覺得這樣改是叫做好 如果你又說到要實在實在 幫我們爭取要改 但是到現在 你突然間來講 一句消息都沒有 喂 我怎麼相信你可以做議員 可以為民請命 是不是 開了頭 然後走了去了 是不是 這個大沖橋 如果你說到這麼危險的話 這個大沖橋這麼多危機四伏的話 其實一秒都不能夠多 那倒一會兒 我們都不希望大沖橋 再有什麼事情 是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這也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大家 那個駕駛態度做好一些 看到紅燈了 或者看到黃燈了 就是早一點點 駕定煞車 起碼 你自己做 那條沖 不用你這麼蝕 或者給後面的車 都有一個訊息 就是你已經開始煞車了 所有時候都很怕 那些人去到差不多 究竟你過月不過 之間 在那裡煞 我這裡是很討厭的 你早一點告訴別人 你打算不衝的了 那我起碼可以走 那這裡是一件事情 再說回李家超怎麼說 他某程度上的說法 都跟謝偉俊近來說 有一個位置挺遲的 就是說 如果現在DQ了 或者他們辭職了 有沒有機會可以再選立法會呢? 李家超的意思大概都是說 一件還一件 每次做的判斷 都是適用於那次的審查 有關人士都可以再參選 到時候就再被審查了 那就看看你這段時間究竟做什麼 你也可以有些可寻的 你看到那些什麼梁家傑 可能什麼民主黨 其他不同的人 對於一些現在 近來社會的最新的問題 他們都沒有說什麼 或者很少說出來 不可疑那些很瘋 對那個七一吉警藍 還說得這麼誇張 這裡我們不是說它 暫時可以先收到一邊 再補充多一點點 好了 那這班人呢 我也都再論一下那個負面清單 其實他們最怕的是哪一個位呢? 有哪一些的負面清單 令到他們裡面的想像是無限的呢? 例如 作出損害 或傾向損害特區整體利益的行為 這是他們的習慣 你知道了 因為他們的心和目的 都是要傾向損害特區政府 做什麼都說不對 其實有些人不是說 特區政府的疫苗 特首沒有去探望被刺警藍 這麼窮凶極惡的 刺傷了那個警員 還說這個警員是不是不值得你尊重? 其實這些呢 都可以說他們 是傾向損害特區政府的整體利益的行為 來的 可不可以呢? 沒有理由這樣公然這樣說法的 那之所以 那就說回這班黃有區議員 因為他們大部分的行為 或者傾向性 都是以批評 或者損害特區政府的整體利益 來做一個依歸 舉個例子 那些什麼肥仔余德寶那些 政府正在搞封區檢測 你竟然拉大隊 也不算很大隊的 四五個行動裡 走到別人那裡問 政府玩夠了嗎? 要來檢測啊 玩 封區檢測 要多少事情做啊? 你不來幫忙不得止 還說我們玩夠了 那這些是不是呢? 所以他們 某個程度上 他們是很擔心這件事情 對於他們 會不會說什麼港獨 或者這件事情 什麼獨立建國 因為其中一點 在負面清單都是講這個 他們為什麼都很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宣揚或者支持 港獨的主張 推行或者實施 香港獨立建國 自決主權或者自權 全民公投 全民制憲等等的活動 或者參與以自決為終止的組織 那這個什麼自決派呢? 已經煙燒雲散了很久了 你說那些什麼自決主權或自權 那三十五家呢? 那算不算呢? 其實有得咬的 假若這幫人 他們沒有了 區議員這個職位 再加上要他們 吐一百萬出來 他們還夠不夠膽去打官司 去打出來呢? 就是打這堂東西呢? 那當然不夠膽了 當然不夠膽了 不夠膽了 是的 二次破產都不行 還有二次超 真的慘了 破產完再破 那再回來 會不會掀起下一波的新浪潮 要他們再繼續去辭職呢? 因為見到李家超這樣說 我們嘗試代入這幫人的角度來看 都挺害怕的 是嗎? 就是說看回你過去的行為 是由李家超把口說 不是由那些什麼叫做 什麼政圈風聲 華明川一棟 你想著他是不是過你一棟呢? 雖然他們一開始看到川東一棟 都不太相信 反而相信那些什麼現在新聞 反而這個對他們的威力 是相當震撼的 所以往後大家對於這兩個新聞 是可以叫做另眼相看的 川東一棟呢? 你們都要好好檢討一下 你們是不是真的過了別人太多棟呢? 因為有時候你的神經刀 有時候可以有時候又不行 看到李家超今天這樣說 我想我買了 我買了就應該 起碼再多多一百友 會辭職的 因為已經打開口牌了 說你們如果這樣 看回你的言論 究竟是不是真誠 就算你DQ 你再抗辯 你夠不夠膽去呢? 或者你自己 如果不夠膽去抗辯呢? 他們當然啦 嘴唇相當之硬 是吧? X正嘴唇會到時說 哦!政府用各種手段 想打殘我們 其實你走得正 你怕什麼呢? 是吧? 你會照法庭抗辯的 因為你自己做這些壞事多 是吧? 隨便抽到一件出來的 能夠跌入這個負面清單 而跌入到這個不真誠 擁抱及效忠的行為呢? 記住哦!是行為的 多到他們自己 都不記得究竟太多了 天天都是的 每次都是的 大家會不會想一下 會不會出現到一個最壞的情況呢? 他們來說最壞 我們當然是樂見了 就是全部389個都是辭職 都是不做的 當然許智峯那些就已經 Game over 了 會不會有機會呢? 不過暫時還有幾個 什麼什麼梁亦亭 那些說繼續頂下去的 起碼可能到時 會不會只剩下一兩個 十個八個 如果是呢?這樣挺有趣的 好啦!我們這次暫時講到這裡 我們期望真的會出現 他們的辭職潮2.0 那就最好了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